以后情深已久 只是往日故人 转眼已白头 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和 我发现我和我一块写歌的几个朋友吧 不约而同的在干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旅游啊 或者是一些事件的一些这个 做出来的视频 然后配一首自己的歌 然后我呢是去年参加了一个 清华北美校友的 在华盛顿搞的一个那个活动 然后那个活动呢 完了以后 我们拍了一些素材啊 活动照片 剪了个视频 然后就翻一翻 配歌不是县位那写的 是以前写的东西攒下来 觉得突然觉得 跟这个画面太贴合了 或者是比较贴合 那就把这事呢 就给搞一下 那老同学聚会嘛 到好几十年呢 就是什么年龄都有 在北美的校友抽一块 我就想一说 这比较苍苍一点的怀旧或者什么 我现在就以前写过一首歌 叫长歌八九多年以后 这也是ABC段的 但是这个呢 就是A B 然后C C没有回去 然后就最后呢 C就最后就结束了 前面用了一种鼓风 还不同的速度 最后是编了三段接起来的 来吧 听一听吧 跟那次活动呢 贴合起来了 视频都是那次活动 低的 reaction 上飞 一些存心 混合起来的 切ver 许人 默然挥手 当日登楼 沙阳无限 多年以后 青山依旧 只是往日故人 转眼已白头 多年以后 白云依旧 天涯游子 被酒花离愁 多年以后 青山依旧 不知歌手已老 曲雕能计风 多年以后 你我依旧 月变了沧桑繁花 也莫人温柔 也许会在 萧瑟的秋风 中原去孤单的身影 也许会在 漫漫的长夜里 守护寂寥色心头 也许会有 茫茫的飞雪 铺满漂泊的旅途 多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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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在 萧瑟的秋风 中原去孤单的身影 也许会在 漫漫的长夜里 守护寂寥色心头 也许会有 茫茫的飞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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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有 也许会有 茫茫的飞雪 也许会在 茫茫的秋风 中原去孤单的身影 写歌这件事呢 因为它又是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过一个一个坎呢 虽然乐趣很多 不就跟爬山似的 你要一个人爬呢 会觉得烦的话 就拉几个朋友一块爬 大家互相鼓励的 盯着别人爬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那个写歌这件事呢 最好也能组个团 有几个身边有几个水平差不多的 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 然后一块研究各种技巧 当年我们写歌的时候 是我组织那个校园歌曲协会 拉着北京十几个高校的学生 我们不定期的就跑到这个 夏天嘛 就跑到清华北大的草坪去做的 做一圈 弄几把琴头过去 然后呢一人一手那么转的圈唱 那我们那圈外面呢 就一大堆那个不认识的学生 就围着边上听 那我第一次听高小松唱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同桌和那个那个就是什么 校园的冬天什么的 都是那个北大那个草坪上去听的 那个猪场地搞那个专场演出馆 活的一怕虎多人挤爆了都 学生那个特别受欢迎 但有人笔子去写的时候作品会越写越好 而互相之间呢还那时候你人也很单纯嘛 就不客气的讲你这个哪哪有问题 这个哪句写的好 这句我可以抄一抄用一用吧 各种搞笑的都有 然后玩的很开心 大家这一块玩的开心 那就写歌这个事呢 它是比一般的比一般的玩法呢 这难度要高点 因为有难度所以呢 他有他有逼歌 现在讲话了啊 有歌调这个有点意思 大家愿意玩的有有这个兴趣的可以一块去玩 而且一块玩呢 大家还可以去呃 一起呢就拉起来会做曲的 拉起来愿意唱的呃 不会做曲的话会弹吉他也可以 一个会弹钢琴也行 一个钢琴也可以伴奏 电子琴也可以伴奏 一把吉他也可以伴奏对吧 然后这样呢你就会 生活就会越来越丰富多彩 这些事里头会越来越好玩 然后呢一块也可以去搞一些资源 去来比如说演出的机会啊 或者是这个呃 我说我也希望呢 咱们这个呃 这个这个叮当啊 还有一个大光啊 组织组织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那个什么 然后我个人的作品呢 我是有个视频号 大家到那个微信视频号搜一下张叔老哥 基本上就呢 我的东西的歌呢 有挂了几十手吧 现在一直一手一手慢慢做 以前做的东西PPT都特 用PPT做的视频都特别糙 后来现在一点一点学会的做视频 后做的就好看一点 以前的就死掉片 忘了一堆就就就就超火过去了 啊好吧那个也正好两个多小时了啊 啊很高兴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写歌的一些心得 然后我也是希望借这机会呢 正好也梳理一下这些东西 反正整的稍微可能不是那么太规矩 啊更细节的东西呢 也没法展开 而且呢很多细节东西 我现在说的也没写过的人也未必听得懂 未必有感觉 我真希望有有一个小小平台或者一个群呢 或者什么 咱们呢交流的时候 哎你把作品拿出来 啊好多诗群都这么交流 但是呢我看到岁数大了 大家 不去指责对 不去 不好意思就说你这个东西你应该怎么 但是呢如果要是把这氛围 咱们把约定给约定好了啊 不客气 批评都大家都初学啊 那会呢你们要是欢迎我的话 我也经常经常过去胡说八道一下 跟大家去交流交流去 然后我也希望呢能够发现更多的写歌 玩的玩歌写的好的一些朋友呢 呃涌现出来 然后更多好作品的出来 啊这个这个东西没有竞争关系 因为我的歌他也不是卖出去的 也不是说有一个歌手举的钱过来咱俩抢的关系 而是呢好东西越多越好 这样形成的市场大了 就形成的势能大了 一个人站的滑冰他没有气势 但是一群人一块牌子整齐的队伍滑 立刻就把那个注意力把观众的目光给吸引过来了 对吧 我们也是写歌的形成一个圈子了 一堆人一块写那就搞成气势了 就搞出了这个市场的关注度来了 所谓市场吧 就是大家粉丝就会变多了起来啊 也希望呢这个今天我是抛砖引玉 能够把很多人的这个 你未来中的一个业余爱好 给你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色彩 好吧好 谢谢大家啊